此人当皇帝后世之人对其痛恨不已,但现代人却逐渐地开始表扬他王莽乃,西汉十二君高会吕后文景帝,转于五岁及昭轩云成埃平帝后王莽乃为君,昌义坚如子二人不足云中国传统历史学强调中君,家天下等理念,对王莽的评价普遍不高,一般都认为他只是一位伪君子,重口一词的千古罪人, 王莽汉代政治家后篡夺皇权于公元八年立国称帝及新太祖可以说,王莽的德士与外戚势力崛起,密不可分早在汉成帝时期皇帝刘奥吉布里正式,荒淫好色将军国大事,交由外戚王室处理至汉埃帝时,外戚王室家族也新显露,埃帝驾崩后,大权旁落王室族人,王莽顺世夺取皇权建国称帝, 自此汉朝大代王莽新朝取而代之,古时有这么一种现象,皇帝可以昏庸无能,臣子却不可谋权篡位,显然在绝大多数人眼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地位尊崇纵然未昏庸无能之辈,也非常人所能取代王莽。 作为臣子以下范赏,谋权篡位在古时为大不敬由此可知王莽在历代文献中,自然是聪明昭著的典型。 甚至在今天看来,仍旧有不少人觉得王莽为乱臣贼子。 那么,王莽一生是否真的最不可恕?笔者看来王莽确实有过不当的手段,但综合其生平看待,还是有光彩可循。 甚至说王莽统治新朝时期,所作所为堪称典范,他主张的思想极大推动了社会发展,为中华璀璨文明,天专家瓦所谓王莽篡汉,更像是对失败者的称谓成王八寇,这是王莽永远无法摆脱的罪名。 在封建专制统治时代,古人们的思想,被陷于条框受到极大束缚,长期受封建思想灌输个人思想意出现转变无形中屈服权威,这是思想奴役的结果。 对于统治者来说保持皇权至上,是有效稳固统治的手段,有利于万民臣服,国家安定从而加强中央政府权力,可见培养忠于帝王的思想,是封建制度的一大特色。 历朝历代内昏庸帝王不在少数,某反篡位的臣子同样数不胜数,按照古人思想皇帝昏庸,乃是尝试,算是历史发展规律的依还任何朝代,向来是圣级而栓,既然昏庸推翻了就是当然。 这里的推翻是以民心尽失,为前提同样在封建伦理道德为前提下,有的人都是篡位,夺取了皇权,却难得民心,还会背后是唾骂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 王莽很不信他就是后人眼中的乱臣贼子,一次篡汉造成汉朝大代,笔者想着难道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西汉末期统治者昏庸无能,荒语酒色。 曹正大权落于他首覆灭,以成必然王莽夺取皇权,并非能力多想只是他懂得等待时机。 而这个时,鸡确是汉氏给予的历史上人们熟知的篡汉有两次即王莽篡汉,逃批篡汉。 那么为何我们看不到对曹批的骂声? 那先看下背景东汉末年三国乱世,群雄并起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建立宏图霸业。 此时汉氏虽待但却已经名存实亡,诸侯征伐多年民间早已对东汉不报希望民心,近时由此曹批接任绝位后,篡汉建位并不会引起民间抵制。 另外曹批虽为篡汉,但整个曹魏江山却是曹操戎马一生,打下来,的与汉氏并未有太多关联在官网莽,虽果断抓住篡位时机,却并不得民心。 王氏外戚集团,是从皇权内部渗透进而夺权,西汉墨西虽起义不断却并未达到民心,近离的地步且西汉统治国家两百余年。 忠诚者众多岂能轻易认同王满古时继位,讲究系统王满篡汉,虽占据了政治主动权,但百姓表面屈服内心。 却是忠于汉氏这点从后来东汉建立,仲旭基业就可以看出,汉朝断而仲旭向后世正名皇帝昏庸,无非推翻另立新帝,而以国号不变即是正统,汉光武帝刘秀做得就很正确在更是三年称帝。 国号仍为汉籍可以表明自己的正统身份,又能借助西汉影响奠定根基,翻开历史古籍,历代史家学者给予王满的评价,无非是坚定之臣,乱臣肥子,诡计多端,阴险较诈,等时至今日,这些词语仍旧是王满甩之不去的标签,后世认为王满潜伏于汉是城府极深,且表里不一是为小人更有人说, 王满在幼年时已经有了篡位的想法,但是,根据我们的翻阅看到的却是王满生性善良自幼孝顺父母,照料寡宝与侄子的势力,这显然与封建时代宣扬的王满形象。 相反,王满做官后节俭,廉正的形象深入人心,且他经常关心百姓疾苦,解决了不少社会问题,在民间有着不错的口碑后世解释称, 王满一系列表现,都是假人假意,为了拉拢人心做出的把戏对于这些说法,我们只能选择中立毕竟历史太过久远真相如何也无从查起, 若以现代眼光去看这件事,笔者历代对于王满的评价多是出于政治需要,并非民间的真正新生王满作为篡位之人, 历朝历代只会无情抨击而不会进行称赞毕竟没有封建统治者愿意看到篡位, 一次王满于公元前45年出生幼年时,父兄离世与母亲相依为命值得一提的是, 王满的姑母为汉氏皇后,但这并未为她带来实质帮助成长期间, 她担负其养家重要,不仅要照顾母亲,还要兼顾寡嫂与侄子可以说 王满的童年生活极为艰苦,而她的堂兄却是锦衣玉石的富贵生活落差, 之下王满增强斗志,经过长期的苦难磨练磨练,出她坚强隐忍的性格, 为其日后腾飞奠定了基础,为了改变现状王满, 一积极充实几身伴师陈参求学,求学期间她不知疲倦日夜宝读经书学识与阅历, 得到了极大拓展童年时期的苦难,并未摧垮王满相反, 她在这种艰苦环境,下养成了尊卑有序,勤俭孝联的品德公元前, 23年王满伯父王凤沃重病在家一躺数月王满忙前忙后, 日夜照料从无怨言,王凤每次服药,都是王满亲自熬制为防止汤药过烫, 她都是亲自尝试带温度正常,才会端到伯父面前这一切都被王凤看在眼中, 深受感动王满的孝顺,远超其子女,她决定帮王满, 在朝中谋个官职就这样,在王凤的举荐下王满入朝, 为官,成为了一名皇门狼,没多久在遇提拔, 生认为甚生校尉,当时王满仅24岁真算是年轻, 有为了公元前16年,王满叔父成都侯王商, 将自己的护义送给王满,当时王满在朝中小有名气, 为贤德良善的代表,徐臣对他的印象很好王商送护义, 没多久后其他名士一连名上奏皇帝称, 王满品行贤德,学识出众,应当加以重任汉成帝, 也比较赏识王满,便顺势将其封, 为新都侯官置其都位,光禄大夫,事中可知, 王满的发迹主要依靠人员, 这与他早年广泛结交英豪贤俊, 密不可分王满功成名就后, 并未穷奢及欲而是依旧节俭如出具了, 劫在他府上向来不留闲于钱财所得的俸禄, 皆用来救济落幕明世, 甚至有时还会把衣服, 马匹捐给宾客或许, 这是王满结交豪杰, 收买人心的一种手段, 但不可否认, 他做得很成功美名在外拥护者众多, 围观方面他则敢于严格执法大义灭亲, 深受百姓尊敬比如有次, 王满的表兄淳于常公然调戏, 许皇后且私下时常书信传情此事传到王满耳中, 他并未看在亲戚关系上信思果断向汉成帝举报淳于常不敬之事, 后来淳于常被杀死在雨中还有一次, 王满之子杀死婢女此事被王满得之后, 先是怒斥一番其后逼亲子自杀这两件事, 存有不少争议有人说王满举报表兄, 逼此亲子是另有他图表面为大义灭亲, 实则为利欲薰心, 借此博取皇帝信任, 真相如何众说纷纭, 如果王满做的这一切, 只是为了试图未免令人细思恐急, 关于王满的正面描写, 绝不仅此据说他还特别心怀苍生, 在百姓心中具有很高的地位, 如公元两年民间大汉农作物, 大量减产更为糟糕的是, 部分地区蝗虫闹灾百姓苦不堪言, 王满得之灾情后也不能寐, 第一时间派人深入灾区实地调查, 同时他在各地筹措钱产与粮食发放给受灾百姓, 王满还斗请太皇太后, 请求财检, 用度节检治国为百姓做导样救灾期间王满于, 灾民同吃同吃患难与共, 极大稳定了民心, 他还捐出名下的钱财, 土地用来救灾济民, 在他的带动下, 朝中百官皆慷慨解囊同心协力下, 帮助百姓安稳度过这次灾祸通过这件事来看, 王满可谓是以身作则的典范综上, 历史对于王满的评价显然有失功允, 如果有人真的了解王满的为人, 笔者相信没人会相信他, 会是大奸大恶之人纵然他有篡位之罪, 亦不应功过亦笔抹杀, 我们还是应该客观看待王满一生, 其建立新朝后, 推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 还是有着不小的功绩, 然而在后世朝代, 中这些功绩皆被否决, 留给我们的只有无奈的叹息, 王满虽然是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 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 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坚, 但是在近代帝制结束之后, 王满被很多史学家, 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 认为他是一个有远, 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 简博赞也认为, 王满不失为中国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 王满改制, 要将当时矛盾摆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 奉军亦法决狐疑, 不用钻规, 语助施施欲, 要烧三日满变财, 须待七年七周公恐惧留言后, 王满先公为篡实相使当初身辨此一生, 真为赴谁之参考资料汉书, 轻论, 王满改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